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部吉射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70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传承系的这个Leader Christ的Tiger Hawk狐鹰 它是白虎跟这个飞剑两个的合体 那算是他们因爱而结合的一个新角色 不过后来也是戏份不多好像就GG了 这个侧边的和绘画得很漂亮 这个猙獰的表情 这个的话跟玩具倒是做的挺像的 但是我要提一下 以前传承系列的Leader Christ的话呢 这个是没有挖这个洞的 我就不晓得你就为什么非得挖这个洞不可 这前阵子的这个电玩系列 这个重新激活的这个玩具的话呢 好不容易那个透明包膜又回来 结果你这个L级的传承的这个部分 你这个洞又给它挖下去了 这个真的其实这个挖这个洞真的是你这个没得洗 你要知道在这个大卖场里头 这个是有很多人是不一定有那么有功德心的 就很有可能把里面的玩具造成一些损坏了 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很糟糕 好吧 那这个就不再多提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L级的玩具 那我顺便提一下有位老观众朋友呢 一直希望我赶快做胡鹰 但是因为我刚好卡到我人去冲绳啊 所以这款比较大的玩具我就不带过去了啊 那今天赶快为你给补上去 那么这款的话呢 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头雕 这个表情也做得很猙獰啊 这是BW的这个老玩具的话 就是这么猙獰的表情了 当然胡鹰旧版的玩具表情是不是这样 我就不知道 然后还有很漂亮的一个眼镜 绿色的部分 那它没有机关 不能特别收起来啊 但是眼睛的话呢 在里头还是种种有神的样子 它的这个透明件跟侧边这个是一样的啊 两侧呢是不对称的造型 那你就可想而知 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头啊跟尾巴的话呢 其实它的头跟背 到时候变形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享受一下 然后这个拍戏的标志在中间 胸口的话呢 这个密合度的话呢 是可以密合的很好的 只要你卡了稳的话 基本上没有问题 然后有一个这个裙甲掀起来之后呢 虎鹰是不知道是雄性还是雌性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雌性吧 或者是上半身雄性 上半身雌性吧 它有一个小型的手炮 那这个手炮的话呢 可以拆下来 可以拆到另外一边 那这个手炮在变形的时候呢 可以不用特别取下来 那它的一个脚步 给各位看一下 脚的造型比较有趣啊 它的这个脚 你侧踢的话 直接从这样子侧踢 当然前后的话 是有齿轮关节啊 好感动啊 膝盖的话呢 有一个过度的一个造型 但是呢 在过去啊 就没有了 这么多 然后脚掌的话呢 它也是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 但是幅度不是很大 不过接地性很好 因为它后面的这个脚掌延伸的挺多的 后方 它有一个脚爪 基本上呢 可以说没有什么偷胶啊 而且有非常漂亮的 翅膀的刻画 翅膀的刻画的话呢 这里是有上涂装 这里的话 直接跟零件是一起啊 没有再加装涂装了 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透明部件里头 能够看到里面的一个造型 那么它的一个翅膀的话呢 在最末端 这个羽毛的部分呢 是可以拿下来的 我们稍微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师范 这个羽毛拿下来之后呢 可以拿在手上 成为它的一个武器啊 这个雨伤冠金嘛 还是什么啊 那它的炮的话呢 也是可以拿下来的 那在拿下来之前的话呢 我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啊 它这个是属于一个 竖起来竖起来的样子 那你要把它扣下去 就是从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缝啊 这样卡进去 你就这样扣一下 翻下来啊 就会变成是一个 这个加特林炮 这个格林机枪的一个样子 这样推下来 是可以自由做一个转换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卡进去的话呢 第一次卡的时候呢 是很紧的啊 没有关系 用力给它抠下去就可以了 那中间这些空洞啊 就是非常发指的了啊 那拿下来之后 稍微转一下呢 就可以将这个武器拿下来 成为手上的另外一个兵器了啊 所以说它的武器 还算是有点丰富吧 一共有这个手臂炮 还有手持的大枪 还有这个羽毛 羽毛的一个兵器 但是羽毛这个兵器拿在手上 我是觉得太违和了 而且它的造型啊 各位看一下 它应该是有一个左右有分的啊 你自己去看一下形状 你对一下 你也就知道了啊 然后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没有 玩具本身的啊 关节紧实度的话呢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外摆练球非常的紧 紧到呢 我必须使用这个润滑的这个细油 或者叫硅油 给它做一点润滑 不然转动的话呢 真的是比较紧实的啊 除了拳头不能转之外吧 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基本啊 你能想到能够动的呢 都是可以动的 那人形状态下 必须强烈推的呢 还是它的这个面雕了啊 而且我猜这个时候 我才注意 它两侧的不对称 它的这一侧的头关 跟这侧的头关是不一样 这边应该是类似 是羽毛的造型 但另外一侧呢 却不是啊 OK 不愧是合体后的一个新角色啊 做的话呢 还是相当不赖的 那我们呢 就来示范一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 拳头收进去比较简单啊 这个盖板打开 拳头直接笔直收进去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呢 里头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 这边把它扣开 直接的塞进去啊 扣回去 那在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我的习惯法是先把这个啊 它的这一块跟身体 其实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扣扣在这里的啊 那这个卡扣呢 记得要扣少 你一旦这个卡扣扣之后呢 手臂延伸过来的长度就固定 所以你才能够固定把手呢 给伸到这个长度 那这两个分开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整个给解开 它有一个白色的凸跟紫色的凹 我们把它整个先给分开 分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 往上啊不对 我应该是说这个鸟爪呢 先往后放 往后放之后啊 我们把这个手臂往上抬 这个地方往上抬之后 这里锁扣会解开 它的目的是这个样子的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锁扣把它给解开 解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白色的两胸部件都给打开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部件啊 但是很结实 不用担心弄坏 再来我会建议各位呢 先透过这个开口处呢 我们把这个鸟爪给转过来 先转到前方来 这样子的话呢 方便我们做一个操作啊 这个鸟爪 把它给转向一下 好 再来我们把这个整个胸口 这一块给往下放 然后头部反转180度 整个给收进去 收进去之后呢 把两个这个当部的这个结合点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 将整块部件整个的往前面整个的给放下去 这个部件的话呢 再把它给翻回来 先但暂时到这边就行了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进行一个背后背包 整个的话呢 先给它 整个的给它翻开来 好 到这边给各位做一个解说了啊 再来的话呢 是把这一块部件做一个转向 转向的时候呢 不用担心转错 你只能转这边 你转这边它会卡死 所以你就顺着这个方向 转上去就可以了 转上去之后啊 把这一块部件 它是往下面推 推下来之后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紫色的凸 在这里它要扣进去这里面 不知道是这个洞还是这个洞 反正就是差不多一个位置 然后呢 这里紫色的凸 对应边里头有一个紫色的洞 这个部分倒是没什么问题 你就直接的往上推到底 这里也是一样啊 往上去推到底 基本上它就会扣进去了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一块手炮的位置 是朝这个兽型的正下方 是在大概这个位置的一个 一个情况下呢 来做一个组合 好 那这个 翅膀放下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 这一块 往前面扣回来 然后呢 把这个 这只胳膊的话呢 它的 这里面啊 打开来看一下 它本来这个白色的凸是扣进去 人形状态是扣进去的 变成兽型就是要解开 因为它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小弧度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 这里面有个洞 这里有个白色的凸 大概是扣在这里 再来我们把这个虎头的话呢 这里要进行一个 这个地方 白色的洞 它要扣进去哪里呢 扣进去这一块 这一块转过来 转到下方来 这个宝石这一块 是朝正下方 那这里有个凸 跟这个 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 那这里扣下去就是你看 它会有一个特殊的角度扣下来 扣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头的话再往上抬一点点特殊角度 后方的话呢 我们这个时候松开没关系 我们后面再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 扣这里比较简单 到这边变形已经差不多了 只剩下两块部件要做最后的结合了 分别是这一块 这个 往下面搓下来 那搓下来之后啊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凸 对应里头有一个白色的洞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时候这里先推看一下 这个地方扣这里啊 是有时候需要一点点运气 因为它这个 就是你对的话 你就是这个手臂啊什么的 你的位置要对 然后它才能够一次的给卡到定位 有时候可能你要戳个老半天啊 才能够给扣进去 因为毕竟 我们不是很能明确的看得到 那个凸跟凹啊 好 捏紧两侧正面扣上去 中间和缝这个结合都扣上去之后 就只剩下这里了 这个地方 侧边这个地方有一个洞 它要扣到这个凸 就利用这个双洞关节过来 这里把它扣上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非常的简单 就把它给扣上去 胳膊的话呢 往前面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的话呢 就是翻转它的这个弧爪的部分 这里推出去就好了啊 这个地方往上收 直接从这里扣出来 到这边 再把它扣回去 这样就行了 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 打开 然后收进去 这里 推 出来 到这边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的前肢 其实也是 虎爪跟 鸟爪啊 不同的一个造型 所以真的是虎鹰啊 然后呢 这个嘴巴是可以张开的 那我们稍微的 先调整一下翅膀啊 不要那么嚣张的状态下呢 把它给收纳一下下 到这边 这个翅膀 下面放下来 到这里 这里可以往上来推一些些 好 这样子 我们的一款 嗯 我记得它的这个说明书吧 好像是把这个角色往前放的 这款虎鹰的话呢 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从机器人 到野兽形态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那么呢 它是一款L级的玩具 体型的话呢 真的还是挺大的了 还是有它的一个Leader级的一个架势 然后它的这个后面这个腿 感觉的话呢 支撑力度的话呢 稍稍有一点点偏软了 我看这个变形的话呢 它是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再做一个调整 但是它后面的这个球关 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小的不妙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了 我们从头开始看 首先的话呢 它的头部这个应该是比较接近老虎 但是它的耳朵 你看我发现耳朵这边里面 好像有羽毛 然后这边好像就没有 这刻画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边的一个斑纹也是不同 两侧都是一个大量的 不对称的一个造型 嘴巴可以张开啊 最大可以张到整个摊开来 里头的话呢 就没有其他的细节刻画啊 头部的话呢 也是卡死 没有办法动 那这个装置的话呢 也是有做出来一个 一个绿色的透明件 挺漂亮的 手臂的话呢 前肢挺挺挺好的 这个齿轮关节 这是原本人形的脚嘛 所以它也可以侧边打开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有这个关节 然后呢 两腿 两爪啦 这个刚刚提过了 造型是不同的 包括这个紫色的部分 也是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属于兽类 你看这个地方 有这个毛发 但是另外一侧的话呢 造型就是又不同 然后这个齿头 形状都不一样 后面的话呢 可以各位看一下 后面的话 应该是都比较接近 是这个鸟类的 一个嘴 这个脚了 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火炮的部分 就刚好收纳在这边 尾巴 是往上翘的一个造型 那我相信的话呢 各位应该还会是 比较满意 它的背后的羽毛 做得非常的大 那这一片部件 就可以拆下来的 然后这里一样 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展示 那翅膀的话呢 可以完全张开 你这个火炮的话呢 你也可以 刚刚有提过了 在这个状态下 你只要稍微抠一下 把它给收到火房去 在人形状态下呢 因为你展示这个 滚动式机枪的话呢 比较不明显 但是在兽形状态下呢 你要把它 转到这个格林机枪的 这个状态 好像就比较明显 比较能够看得出来啊 这个 那翅膀的话呢 上下 可以动的角度 有一两三 只能到平 一处 两处 三处 大概三个角度 那翅膀很大 很重啊 但是因为兽形 它是四只脚着地吧 基本上就不用 不用担心什么什么 什么稳定度的问题 那基本上来说吧 作为一款L级的玩具呢 我觉得 就 就 也还可以啦 特别是 其实我反而比较喜欢 它的人形的一个面雕 是它最大的一个加分点 大概就是它翅膀的造型 那做的比较丰富 那变形也是挺有趣的 它的整个变形的话呢 就是 集中在人形的一个胸口 这个部件的一个转换啦 那 人形的腿 变成兽形的前肢 这样子 那喜欢BW朋友的话呢 应该是不会错过这一款啦 那如果你不是这方面的同好的话呢 就看你个人的偏好不是啦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除了说这个 兽形的后面这个地方 比较偏软 站立的时候有点恼火之外 其实这款玩具还是比较好玩的 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